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婷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哇千呼万唤 终于等到这位贵宾了 我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 四月份呢 这个其实啊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就是要沉浸嘛 为什么 因为已经到了第二季 为什么要讲第二季呢 因为呢 现在呢 我们要来讲这个投资理财 很多人都是从一季一季来看 甚至一年一年 像有些人就说 没有我五年十年来看 我的投资报酬率 但是呢 这几年呢 还有今年最夯的就是ETF 很高兴呢 为大家邀请到 畅销书排行榜的作者 而且呢 他来我好开心哦 就是古鱼 欢迎古鱼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鱼 古鱼教你一本搞懂ETF 没有错 我们这本书啊 其实出版的最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很多投资朋友 他想要呢 去都私信你对不对 私信是一回事啊 那他们想要去做ETF 的投资 可是呢 他们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然后该去往哪个方向去做准备 他是比较没有概念的 所以我们跟出版社这边做了一些讨论 那我们把过去这三年啊 我们在电视节目里面 还有一些教学节目里面 我们讲过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把它绘整成一本书 然后来教你怎么从入门一直做到实战 哇而且我在电视上最喜欢看你了 对不对 真的吗 谢谢 而且你本人比较腼腆 真的 不是上电视的话要稍微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 对对对 说到ETF最近很行 连金管会都出来 财政部什么也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很好玩 有些阿姨们就在那边排队 就说我要结约我要结约 我就要买它跟前面那个一样的 然后甚至呢 有些之前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四月份嘛 三月份可能那些股票还没有 ETF还没上市的时候 就已经在网络当中有什么什么 零零什么什么什么的字就会了 对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因为这一波的那个ETF的狂潮啊 确实呢把原本在菜市场的那些大妈们啊 他们的钱全部都逼出来了 因为我们过去在投资市场里面啊 常常会被诟病一个问题 我们市场的油脂很多 可是呢却不知道哪里有好的投资管道 可以来做投资这件事情 那你对这些菜市场的这些阿姨啊 大妈们啊 你叫他投资股票 他可能会觉得风险很高 那最近上市的这几档的ETF的产品 在宣传的文宣力道上非常强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他给了一种安心的感觉 那三个字现在是不能讲啦 高股息是不是 听说以后要规范 听说六月份会有一些什么出来 没关系我们现在才四月份而已嘛 对不对 没有这个 但我要基金投资并不代表没有风险 要这个申购前请祥月公开说明书 我记得我们要一阵子要讲一下这样 真的吗 对对对对 对那金管会的部分确实是有一些规定啦 因为他觉得很多的这种产品在做宣传的时候 都把高股息跟定存拿来做一个对比 那你在对比之下你看我们在银行做定存了大概一%多 那可是呢你转到高股息的ETF的产品 他动辄7%甚至到10%的一个殖利率 那你看嘛 以前我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 如果李专跟你讲说 哎妈妈那个你不要买这个啦 这个利率不好啦 那这一档改买这个产品 他有7%10%的殖利率 你是不是整个就解约就转过去了 所以有些人会换那个外币嘛 就是说他的外币可能有7%10% 可是因为他后来就赔了汇率嘛 汇损就汇损掉了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 比较偏向是在南非币投资的这一块 那他的殖利率真的很高 可是呢他在汇损上面的话非常的严重 如果今天你选择的是 比如说像美元的高利定存 那可能就会好很多 所以其实投资朋友他在做商品选择的时候 确实是要花一点心力去了解 他到底买的商品是什么 不过因为这一波那个热潮实在是太夸张了 ETF 所以后面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ETF 一篮子股票 甚至有些人会想说 你刚讲嘛对不对利率 我房贷利率可能2% 对ETF说5%6% 我就因为网路上都有嘛 就是我来给他带房贷 然后压那个就等于会 就是等于赚那个会利差嘛 对没有错 到底什么是ETF 会不会有人都还搞不清楚 这是不是像赌场一样 你就是压大压小就是你不会玩百家乐嘛 你就是转那个圈圈是比七大比七小是这样 没有 其实ETF本身啊 他就是一种共同基金 那只是说我们以前的共同基金 大部分是在银行的通路里面做购买的动作 或是透过李专帮你做介绍嘛 那现在的ETF的话呢 他叫做证交所可交易的共同基金 所以他就等同是把相同的产品 从A的这个管道移到B的这个管道上面来 那因为他交易的过程啊 就跟以前我们买股票一样嘛 我们买股票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了 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告诉我四个号码是什么就好 让我来做买进的动作 2330 对就类似这种概念 2303这样子 对那你现在买ETF的话呢 事实上也是这种概念 00多少多少 00XX 可是我们等一下要讲 00XXX后面还有B 还有什么那是什么 等一下你有讲 你书上都有写 对对对对 待会慢慢跟大家讲 OK 那所以你看在ETF这个产品上面来讲 我觉得投资朋友要先了解一件事 他的本质就是共同基金 所以呢你在共同基金该注意什么 那你在ETF上面的话 你就应该要注意什么 所以我们到底要注意的 ETF里头的内涵的股票 就他可能会去买的股票 还是要去知道他的操盘手是谁 因为以前我们买共同基金 我们都会看嘛 对 所以那些人我们也不认识啦 对 大家要看一下他以前的绩效嘛 对但是我们买ETF 他有个好处 那个操盘手是谁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 对因为 共同基金跟ETF 他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共同基金 他的特点就是 那个操盘手就是灵魂 操盘手的话 他可以决定 我今天要买哪一档股票 我要买多少的比重 我什么时候要做进出的动作 这个是操盘手决定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以前我买共同基金 操盘手人在哪里 我的钱就要跟到哪里去 因为绩效是跟的人在跑 对他可能会被挖脚到别的地方去 对尤其是很多杂志社不是每年都会办那个什么ETF 共同基金的金赚奖啊 什么叉叉叉叉叉叉叉 那个奖一般完啊 经理人就被挖走了 因为代表他的绩效不错嘛 才会上去领奖 那可是ETF他的好处 就是他后面虽然也有挂经理人 可是呢 他能够做的事情有限 因为ETF最重要的是追踪特定的指数 那指数后面的成分股有变 你才能够跟着去做变动 所以也就是你买了这个00多少多少多少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内涵是哪一些成分股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每半年会换一次嘛 对没有错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介绍古鱼教你一本高懂ETF 如果说你要常常听到他在广播里头呢 跟我们分享的话 请买他的书 排行榜第一名他就还会再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什么是市值型 高习型 债券型的ETF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Smart致富所出版的古鱼教你一本高懂ETF 古鱼来咯 古鱼每次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都告诉大家一些很棒的内容 同时他的这个Facebook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他也应该你也出现很多诈骗的吧 假的吧 超多的 应该有十几个网页全部都是做诈骗的 所以古鱼不会思绪你对不对 不会 古鱼不会跟你加Line 我也不会跟你加Line 我也没有助力 好 我们回到了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这个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干嘛 我这ETF就买了就好 可是我觉得你这本真的是有点类似教科书 可是又很好读 因为既然你要投资 你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专业来看 对没有错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什么是ETF 刚刚谈到了ETF 就是不用害怕 他跟共同基金不一样 他有经济经验 可是ETF呢 他其实会有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他高股息 他可能就会列入一些股票 是高股息的股票 没有错 放在里头 那为什么我常常看到 网路上有写说 什么什么00多少多少 是反映现在 什么什么什么 是反映未来 什么什么是怎么样 过去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跟他的选股策略 会有点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 像高股息的一个产品 那高股息的产品 他的选股的策略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 那有一些产品 他会根据 过去已经发生的殖利率 他来做个平均 比如说这间公司 过去都发5% 那我就认为 他今年可能会发5% 所以他会把它纳入在里面 对那像这种产品的话 我们就说 他找的都是过去的殖利率 那有一些的话 是找未来的殖利率 比如说呢 有些公司在12月底 你已经大概知道 他一整年赚了多少钱 那我们会用他过去的资料 来预测 他今年可能会发多少钱出来 可是股票不就反映未来吗 所以看现在跟未来 货的比较好 看现在跟未来吗 未来我很爱你 过去我也很爱你 还是现在我很爱你 我要怎么选 在这个部分 其实你很难去选 很多投资朋友 在做这种选择的过程里面 其实最后都只看一件事情 那你到底有没有让我赚到钱 对啊 这很难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看绿就卖 其实是看绿应该要买 看红卖 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的想法会变 因为有时候 你如果看未来的殖利率 你有可能会选到一些 今年大赚钱 但是隔年会赔很多钱的公司 那像这种公司 就比较偏向景气循环的个股 像比如说汽车 没有我乱讲 汽车可能你不可能 今年买明年会买 你可能就是三四年 或五六年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应该是说像景气循环股 他有可能今年大赚 但是明年 他就没有单了 那他隔年的话就会大赔 可是你买进的时间点的话 因为他去年赚了很多钱 你就认为他今年 可以配很高的殖利率进来 但是你在价差的部分 就会损失掉了 那我既然买了ETF 我就是不想要管这些事情 我还要管这些吗 当然是不用管 可是很多人在买ETF之后 他会很在乎 他选了哪一些个股进来 如果他今天在个股的部分 发现不合他的意 他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好任性 对 非常的任性 三十档 有两三档不合你意 你就不开心 对 他就认为这一档的废掉了 那所以像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 我们都会跟投资朋友讲说 那不然你就自己选个股 来组合就好了 对啊 对啊 那你想要什么 自己搭一搭 可是他又不要 因为他觉得很麻烦 但你这本其实有告诉大家 不同的族群 也可以来搭配 对不对 ETF很多人现在什么 月月配 继配 年配 现在年配好像都不夯了 对 一定要 继配其实就还好一点 继配人家就去搭一下 搭三档 对 没有错 那我们过去像ETF 他在配型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有年配 半年配 季配 双月配 还有月月配 现在我看网路上也写说 有天天配 分分配 秒表配 没有到这么夸张 那是开玩笑的 没有到这么夸张 月月配我觉得都已经蛮夸张 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整个产品的组合下来 他是有机会可以做到十天配 就是有人是十号配 有的是十五号配 然后三十号配 你把这三个组合起来 就是等于十天都可以 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领一次钱 好缺哦 这是目前在配型速度最快的一种方式 但他不见得会赚啊 我觉得要看 投资人本身他的需求在哪里 因为不是所有人他的需求 都是在追求资本利得的成长 那有些人在买这种产品的时候 他追求的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那他可能期待大概十天啊 或是十五天啊 那我的户头可以有一笔钱 可以来做一个自由的运用 那像这种现金流的产品 就会非常的适合他 那很多人就想问古鱼 你会月月配吗 你还是继配 月月配吗 那个我们以前 没有月月配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搞 所谓的继配互相去做一些组合 然后做出一个月月配的效果了 147258369这样 对没有错 这以前我们就在做了 这感觉像打麻将 不是打麻将 我们在做一个最佳的组合 最佳组合 好多人很想知道 就是怎么样最佳组合 尤其是听我们节目 大概都是中年人跟退休人士 真的 这个最佳组合就是要保守跟要防御 但是呢 要有一些配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都有告诉大家 同时等一下还会点到 就是有所谓的债券ETF 是不是应该要买一点点呢 作为一个防御呢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古鱼教你一本搞懂ETF 所以这本书呢 其实是零基础也OK的入门书 那为什么古鱼会写入门书呢 因为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 都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崇拜 然后在电视上都看到古鱼 怎么样来跟大家做一个搭配 但是有些人不太会买股票 或者是说也不知道怎么样做ETF 在两个月前呢 我有个同学跟我说 他终于要来进场 这个要开户 问我怎么开户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卖股票了 但没想到呢 他运气蛮好的 他跟我讲了之后 这两个月 股票涨得还不错 都有到两万点了 那古鱼 我们这本书当中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ETF 同时你里头谈到了 有很多 是执行高息的债券 跟其他ETF 没有错 所以如果说 年龄比较大一点点的朋友 是不是要债券的比例 算高一点会比较好呢 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有两种的做法 比较传统的做法是说 你今天你的年龄是多少 你的债券的比例就应该要多少 比如说你现在年龄是60 那你债券的比重 应该就要至少搭60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符合你在这个时间点 对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 身份证上的年龄 还是看起来的年龄 身份证上面的年龄 那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国外的研究结果 因为国外他们有针对 各种不同的 投资商品的比例搭配 那从1比9 一直做到9比1 这些相关的搭配 他全部都把他给做出来之后 那他们有得到一个 最佳解 就是股票6 然后债券的部分4 然后这个部分 适合所有不同的风险的属性 那以及适合所有的年龄层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搭配 所以我们是债券型ETF 只要看00多少多少 后头是B就是债券 对没有错 那债券型的产品 它的特征的话 就是在股票代号的后面 有一个ABCD的B 那B的话呢 就是债券的英文的意思 对那如果说他今天需要 债券型的产品 那他就可以找代号后面有一个B的 但是呢 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因为债券本身呢 他有不同的风险的属性 那我们一般如果是针对退休的族群 我们会比较建议 他应该呢 要做一些像公司债之类的一个产品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公司债的产品 它的配息的数字比较稳定 然后呢 在市场的波动来讲 也相对比较平缓一点 那比较适合当做退休组的一个搭配 所以像ETF的债券 他有没有分AAA BBB等级 都有吗 有有有有 也有分这种等级吗 有那个在债券的ETF里面 他有分AAA的等级 那有分AAA的等级 也有A的 然后也有BBB 那甚至呢 那个BB以下的 这些都有 BB以下的 BB以下可能涨很多 可是有风险比较大 对没有错 因为像债券市场里面 我们会跟投资朋友 做一个基本的建议 就是你如果刚开始入门做投资 我的建议是 你至少挑BBB以上的 那你的风险跟收益 它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你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去追求 更高的一个收益的效果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才去考虑做 长天期的美债 或者是做一些 非投资级债券的 一个投资 对我觉得刚入门呢 就是听骨鱼这样就好了 就像你选钻石一样 就是看DEF等级 没有错 就是你先挑等级高的嘛 对不对 你等级高的拿在手上 他会不会挑了等级高了以后 他发现 别人的没有那个B开头的 长得比较凶 他就会 这个知道就很难嘛 就是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下了 其实这个部分 要看投资朋友 当初买债券的时候 他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 如果呢 他的切入点是配息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现在去做债券的投资 你大概都可以买到殖利率 可能在4.8到5.3左右的一个殖利率效果 那 那很好啊 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就只取决于说 他在每个时间点 他波动的大或小而已 但是 有一件事情可能 请投资朋友稍微做一下理解 债券这种东西啊 如果涨的时候 大概大家都会涨 如果会跌的时候 大家都会跌 所以呢 其实你不用刻意去挑说 啊 是不是A B C 到底我应该挑哪一档债券比较好 因为我们是ETF嘛 对对 他的方向 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主题啊 大部分都会扣着FED 他的一个联邦利率 来做一个浮动嘛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有兴趣 你把所有的债券的产品 列一张清单 你来做监测 你一定会发现这个现象 啊 涨的时候大家都涨 都涨 跌的时候大家都跌 那 那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你可以去注意 但是 台湾就是会这样子 对 大家一起涨 跌 大家一起跌 对 除了非投资级 可能不太一样之外 那其他的大部分方向都一样 所以呢 你只要去选到说 这个殖利率是我满意的 那我就来做一个持续的持有就好 好了 是 那至于说 会不会谁涨的比较多 谁涨的比较少 这个哦 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它的涨跌应该不会差太多啦 因为毕竟债券跟股票不太一样 你如果说股票可能选对跟选错 一个月报酬率会差十几二十趴 所以我觉得ETF算是很多人 比较不喜欢看盘 然后想要固定领袭 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没有错 那在古鱼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他有告诉大家 善用高息的这个ETF 月月都有领袭 因为他给你就要一月十二月 都可以勾起来了 没有错 哇好好哦 你都帮人家算好了呢 对我们把那个每档产品 他配息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我们全部都帮投资朋友 整理好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呢你只要把书打开 看了这张表 你就可以很轻易来做一个搭配 对甚至你月月配呢 你想这个月要配三次 你就去找那个月十号配的 十五号配的 二十号配的 没有错 我是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复杂 我觉得对我来讲 既配我就很满足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 很多人就在问 哪前证长好多 虽然我还是希望 我是一个上班族退休族 我只要年报酬率 六趴到七趴我就满意了 可是我的账面上 已经赚了三十趴 我到底要不要卖呢 待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Smart智富所出版的 谷鱼教你一本 搞懂ETF 一学就会的躺赢发财术 没有错 我一定要躺着赢吗 我坐着也可以 你要坐着赢的话也可以 不过我们的目标是躺着就会赢 我觉得你真的是人很好 就比如说你操作 这些年当中都告诉大家一些经验 你都愿意去分享 就是有些人就会默默的 自己在做操作 所以你分享的时候 或者说你自己操作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力 基本上不会啦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或是书中分享的那些做法 在我们过去还没有上节目之前 本身就已经是这样在做了 台大耶 台大机械研究所 对对对对 好厉害 那我们在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大概重复做过了五六次的循环 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说 今天我把别人告诉 我跟别人告诉这个方法 就会影响到我的判断 基本上是不会 所以书上就教大家 大家就照着谷鱼这个去看一看 然后你自己去调试一下 比如说有些人是积极型的 有些人是保守型的 像我就是那种最好就是放着不要动的那种 你也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动来动去 所以你看怎么来挑选 对不对 对那因为投资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你如果说是遇到像我这种的 我能够呢不要操作就不要操作 哦 能够躺着就好 那你就不要去动 因为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啊 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 股票这种东西啊 你常常在做一个进进出出的操作 最后累积下来的总绩效啊 真的 其实比你什么事都不做 会来的再更差一些 而且我觉得一般的投资人 像我也是一样啦 就是说你跌了30%你都不想动 因为你觉得说没关系 反正他一定会涨回来 对 可是你涨了10% 你就觉得哦好多哦 就卖了 所以你永远赚不到那个一大段 很多人都只赚那小段的 好回到了刚刚我们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说 我就是希望一年就大概6%7%利率就好了 利息打败定存 可是没想到我手中的股票 已经赚了ETF 已经赚了20%到30%了 我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嘛 我会跟你讲 那个先出一半就对了 哦出一半 对因为我们在过去 评估在做这种评估的时候啊 会有一个经验 就是呢 我如果原本预期我的投资组合 它每年的一个正常的报酬率 可能在10%15%左右 它是一个合理的报酬范围 可是呢 如果今天遇到特定的题材发酵 那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呢 像个股啊 可能会遇到题材 在一年内突然翻涨一倍 对 那ETF的话呢 它也会遇到题材 可能一年呢 会创造40%50%的一个报酬率表现 那我们这时候 就会跟投资朋友讲一件事情 第一个 你认为它明年还会不会再现一次 这样子的高报酬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呢 原本预期五年才能够拿到这个 那个报酬率 但是现在一年就给你了 那你不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要做点处理吗 对可是有些人处理完 手就很痒啊 处理完以后就觉得 它怎么又往上了 怎么办呢 所以我才说出一半就好 就手上还有就对 你手上还有就不会有那种 好像长上去 我手上没有的这个心情 可是呢 如果它是往下跌呢 你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手上有出了一半 所以呢 我还是可以保住 我绝大部分的一个获利 所以呢 你在这种持股的过程里面啊 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 你要嘛呢 完全躺平都不要看 都不要看了 当作没有这回事 那你如果真的要看 看了呢 又会觉得心里痒痒的 好像不做一点事情 对不起自己 那你就记得出一半 那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让你的持股的情绪 会比较稳定一点 不管是上涨或是下跌 至少呢 你都说 我已经有一部分在手上 或是我有一部分 已经获利了解了 你的投资的情绪才会 不会那么的激动啊 有些朋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套房 嗯 他说其实我小套房 我买了以后 我也不可能 就是第二个月就卖啊 我就是领袭嘛 有些本人会这样子 他就是像这样 就躺平了 对 躺子就不管他 反正我就是 每个月 或者是说每三个月就有现金流进来了 然后他可能经历了一个股票的起起伏伏两三年 他可能又回到了后来那个点了 对 有没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 嗯 我们如果今天投资的是市值型的产品 或是高股息的一个产品 嗯 那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经过一个循环之后啊 结果呢 他的净值是越电越高的 嗯 我们在这个部分有做过资料的统计 像过去已经发行五年以上的这些ETF的产品 嗯 他的发行价跟现在的一个价格 嗯 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好一段的距离了 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你在五年前 不管你怎么去做这个投资 他累积到现在都比过去来的更有价值 你看0050跟0056 对 从他刚发行的价到现在就差很多了 没有错 像0050他的发行价大概是45块吧 嗯 那现在的话呢 已经到了150几块的一个价格了 嗯 所以呢 他也是逐年了 不停的把他的净值做电高的一个动作 嗯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会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建议 你应该先把这档产品 他过去的还原线图 先拉出来看 嗯 他的净值呢 有没有随着时间不停的在往上累积 嗯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 那你应该就把你的资金放到这个地方来 哎 那很多人就会说 咕哟咕哟咕哟 老师请问你啊 那今年又发行好多哦 对 才发现说台湾人真的是台湾钱烟角木 因为真的突然就很多钱就出来了 哦 吓到了大家 对不对 呃 也不是说吓到大家 虽然只照股票的那个2%到3% 对不对 我记得财神部好像有说 还是尽管会说 对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象的话还好你知道吗 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是过去啊 就像刚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过去可能是买套房或是买房子 在做收租的动作 那可是在这一波ETF的狂潮席卷过来之后 他去做了检讨 嗯 第一个就是说 哎 他发现ETF跟房地产一样 随着时间过去 他的净值会有逐步变高的现象 嗯 然后第二个 他也可以不要管房客 对 他也可以不要管房客 不用换灯泡 不用换灯泡啊 不用打蟑螂啊 对不对 不用管漏水啊 对不对 什么都不用管 然后呢 而且呢 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这个席啊 还比你做房地产投资来的高 因为我们在想说 以台北的房地产来讲啊 你今天这个殖利率可以收到 接近2%多啊 这已经很高了 嗯 可是呢 在ETF高股息的产品里面啊 这个超过6% 真的到10%的产品 比比皆是啊 是 而且呢 你在持有的过程中 你如果可以跟房地产一样 嗯 放着我就不管他 我每个月就稳稳的去收息 嗯 你让你收两年三年以后 你再回来看 嗯 你这笔钱几乎一定是往上做增长的 是 那像这一些啊 包叔公包叔婆啊 他们会不会去思考 会 我今天 嗯 我搞了一个房地产 嗯 然后呢 我买卖 时间又拖很长 嗯 然后呢 房客呢 如果他用生命打房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我还要去做一些处理很麻烦 对啊 不过呢 很多人就要问啊 为什么他每年都可以 每个月都可以配息呢 为什么他可以买到源源不绝 我不懂耶 然后我休息一下 嗯 跟大家分享嘛 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盈 古鱼教你一本懂稿ETF 所以这本书呢 希望大家给他冲到第一名排行榜 哦 那古鱼就会常常来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ETF哦 我们刚刚这个私下在聊天 因为今年其实股票上两万点嘛 对没有错 那很多人就觉得好开心 这辈子呢 好像操作了这么久的股票 终于赚到钱了 不 很多人是终于解套的 甚至终于是转到ETF赚到钱 对没有错 还有一些人就是奇怪 股票上两万点 跟他一点都没关系 因为他的股票都没在涨 对没有错 所以就很伤心啊 那这本书呢 就告诉大家 其实你用ETF 你只要搞懂 就可以躺着赚钱啊 没有错 不过你里头有谈到了很多的内容 就是ETF就像一头牛一样 可以扒很多层皮来获利 没有错 现金鼓励 就是拿到的利息嘛 对不对 资本利得 资本利得是他上涨的空间 价差 价差 对 借券收益 对 这个很多人会想说 我借券 我第三层皮 我到底要不要扒他 当然要扒他 真的吗 但是我们有个前提 就是你是做长期投资的 才需要做借券的动作 你如果是做那种短线交易的 其实借券就不适合你 那你借券的话 到时候利息会到我们这边 还是到借的人那边 你的利息应该是指说他如果做除全息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会有一个权益补偿 就是投资朋友他不愿意做借券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边 就是我今天要除全息了 那我如果借券给别人股票不在我身上 那我的除全息不是就让给别人了吗 对 这样子好像很吃亏 但是呢 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券商那边他会有一个所谓权益补偿的机制 你今天少领了五千块 那他还券给你的时候 他就要还你这五千块 那就不用担心 他还可以赚到那个利息 对不对 因为他只是帮你领而已嘛 所以呢他还券的时候 他连同帮你领的那一块都还给你 可是这会不会有一点点奇怪 就是我看他涨我才买ETF嘛 那我要借券出去 人家借了券他就要放空嘛 对没有错 那他要放空 可是我要看涨 那我中心赚的利息 那到底这个ETF会涨还是会跌 我们常会这样子讲 这个放空的那个人 大部分亏损的会比较严重一点 真的吗 对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交易的过程里面 实际上你会发现 市场长期是趋涨的 短期可能会有上上下下的起伏 但是长期趋涨 那我们跟借券人 他的交易的时间点跟逻辑不一样 我们今天会做借券的 你一定是做长期投资 所以我是看长期的趋势向上 但是呢 短期的起伏我不在意 可是有人在意 他就会跟你来做借券的动作 他想要去赚那个短线的 中间的那个价差 对对 他想要赚短线的那一块 所以短线的给你赚没有关系 但是长期的部分 这个我要 这蛮好的 对没有错 所以各取所需 我是觉得还好 所以现金鼓励资本利得跟借券收益 看起来可能就不止5%了 可能十几%到二三十%都有可能 如果你选对了一个ETF 他长期是看涨的话 没有错 因为像ETF的话呢 有一些像高股息的产品 因为他最近每年都填息 有的还没有填息 对啊 你看这种每年都填息的产品 他的质利率 超过6%的话 这6%你就全拿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去做借券 他大部分借券的利率 可以落在 1%到1.5%左右 所以等同是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又多领了一笔钱 那资本利得的部分 这就不一定 所以你借券给别人 所以你不要忘记 你自己借给别人 因为你突然清学来 想要卖掉 就是就没了 没得卖了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抠回来 抠回来 对对对 因为这个机制上的话是 你可以借30天90天 自己可以订嘛 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都会订180天 订那么长哦 对啊 因为借越久利息越高嘛 对那借180天 可是你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如果你真的 临时有需求 你要卖股票 那你就呢 按抠回的这个机制 那大概两天后 你的股票就回来了 哇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 这个初级了 这有一点点的技术了 对不对 听众朋友看书就知道 其实这是 它里面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投资朋友 他想要去做 股票的投资 但是券商这边提供了 相当多的一个服务 他不是很了解 他只了解说 我可以在你这边下单 但是事实上呢 券商这边 他有很多的一个 其他的service 可以帮助你赚到更多的钱 好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 你书上有写 现在已经要了两万点了 到底还可不可以进场 这有一点难 对你来讲真的是有点 其实两万点进场 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真的 对因为相同这个问题 我大概从台股七千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看像早期 比如说在15年16年 大概七千点 大家都觉得是高点了 那到了18019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一万点是高点 那可是你看随着时间 不停不停的过去 现在不知不觉 已经来到两万点了 那你看哦 那其实呢 台股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股 是像鸿海啦 广达啦 大力光啦 或是台积电啦 那我就问各位 听众朋友一件事情 你觉得台积电的股价 还会不会涨 你觉得鸿海还会不会涨 你觉得广达还会不会涨 都电子股耶 这些就电子股嘛 因为其实在最近台股这几年啊 我们权重比较大的个股 大部分都被电子股给占据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台股是上涨的 可是整个其他是跌了 是因为台积电占权重很多 他涨了一块十块钱 他上头就好像有多少点 几十点 台积电涨一块钱的话 大概可以反映加权指数 八到十点的一个价值 所以他上涨的话呢 是可以把指数的部分 往上去做一个提升的 那他现在的话又是 AI重要的成分股 因为你知道吗 美国那边把AI五雄啊 唯一一家海外的公司 就是台积电 真的 那另外四个是 他们自己的公司 对就是像 灰达啊 灰达啊 AMD啦 Microsoft啦 现在变AI五雄了 就是之前美国那边 他有在做一些讨论啊 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现在台积电 站在时代趋势 最前沿的一个位置 而且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那他有没有机会 继续带领台股往上冲 不无可能 因为以前台股 所以其实才100点而已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的那个0050 那个时候 我还问人家 80块了还可以买吗 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但是刚刚就像古鱼讲的一样 如果说你不敢买个股 或者是觉得你个股太贵了 七八十块 七八十万你买不下手 其实ETF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有错 而且是以小资族来讲 你也可以买零股啊 你ETF也可以买10股 100股这样子慢慢买 然后可能过了时间拉长一点 你就会发现 哎 投报率还不错 对没有错 好 今天非常谢谢古鱼 介绍这本书啊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不用再费记心思的研究跟操作了 让你搞懂ETF 就是古鱼教你的一本高懂ETF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 拜拜 拜拜 拜拜